好 天气消息来看到亚宝沃好天气了 18、19号两天东北季风减弱 雨势减缓 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20号周五水气是逐渐的增加 21号周六受到滞流封面影响 一直到下周二全台都会有雨的形态 提醒民众要把握周三周四的好天气 周末出门记得要带拔伞 结束第一波湿答答的梅雨天气 18日起东北季风减弱 华东地区阳光板占露脸 水气趋缓 气温也回升 不过到了20日周五以后 天气又开始不稳定 水气增加 又午后雷震雨发生几率 17号开始温度会慢慢上升 但是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这地方 还是一样会受到东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花莲在17、18、19 温度虽然有一些微幅上升 但是天气还是不好 然后低温大概都是挂在20到22度的之间 然后从20号开始 我们刚刚也看到 就开始又另外一波封面会挂在台湾北边 然后它会影响我们 所以从20、21、22、23还是会影响到整个花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开始到 这个23号一个期末的时候 整个花莲还是一个阴有雨的情形 所以整周看起来天气都不是很好 所以早晚还是偏凉 所以20、21、22、23大概又受到这波封面的影响 所以整个台湾大概都是会降雨的 然后封面影响的范围 还是整个台湾都会下雨 周六到下周二受到滞留封面影响 全台又会转为短暂有雨的天气形态 虽然结构较上一波封面松散 但气温仍会稍微下滑 最低温来到21至22度 提醒花东乡亲周末出门 记得吸带雨具 随时做好自身防疫 记得讲帮演 华联士报导 照王 希望